各位委員同仁 大家好 今天進行全院委員談話會 處理本院委員沛宏泰等人請求召開臨時會審議特定議案 請預示演員宣讀提案內容 本院委員沛宏泰 鄭立文 陳玉珍等39人 有建於攸關守護國人十安之反萊書公投案 提升公民參與之公投榜大選公投案 藻礁生態保育之珍愛藻礁公投案 及改善國家缺電危機之重啟核四公投案等 四大公投案投票日因COVID-19疫情影響展延至12月18日 而現行法規定投票選人於投票日時須返回戶籍地投票 然投票選人常因工作就學等因素而無法行使投票權 顯現規定已不合時宜 加以COVID-19疫情持續在全球肆虐 我國疫情第三級警戒延長至7月12日 政府取得疫苗數量不足 全體國人施打數量偏低 為了防疫必須限制國人跨區移動及人流移動 徒增行使投票權之困難 公投系人民意志之直接展現本資格公投人數高檔 具有最高民主正當性 由於我國COVID-19疫苗嚴重短缺 在COVID-19疫情影響下 12月18日能否如期舉行公投還存在變數 為減輕國家防疫負擔 減少國人跨區移動及人流移動 降低染疫風險確保投票權益 政府應可速規劃不在籍投票制度 原此建行一憲法第69條及立法院組織法第6條規定 自110年7月7日星期三下午至110年7月16日星期五 召開第十屆第三會期第二次臨時會 選議國民黨黨團擬據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 中正草原案如復健 並於7月7日星期三中午舉行前訓委員會 7月7日星期三下午召開第一次會議 7月8日星期四、7月9日星期五 7月12日星期一召開委員會會議 7月13日星期二至7月16日星期五召開第二次會議 是否有當進行公決 宣讀完畢 現在請提案代表鄭立文委員進行提案說明 說明時間五分鐘 謝謝主席 各位同仁 在這個疫情非常嚴峻的時刻 本來8月28號所預定的非常重要的四大公投案要舉辦公投 但是因為疫情的嚴峻非常遺憾 必須要延期到12月18號 而這中間凸顯了現行公投法的兩大漏洞 必須立刻背棋才能夠對得起全國人民 社會國會我們應該在這個時刻把公投制度完備 讓這個神聖的直接民權彰顯台灣民主精神 在重大的公共政策讓全民參與 但是在2019年為了讓公投脫鉤大選 所以當時粗糙粗暴的修法 在23條把公投日期寫死了 必須是在每兩年的第八個月的第四個禮拜六 在這樣的情形底下 今年遇到不可預期的重大疫情 在不得已的情況底下 中選會做出決定延期到12月18號 但是所謂的利用24條的準用選罷法的規定 其實非常勉強 而23條跟24條之間也是互相矛盾的 在23條寫死了以後 24條裡頭居然還有說 在跟大選同時舉行的時候 造冊要分開造冊 因為一個是18歲 一個是20歲以上 具有投票權 他凸顯出來了一大漏洞 以及當發生了重大問題 而使得公投無法實施的時候 中選會應該怎麼辦 其實並沒有清楚的法源 當時寫死的僵硬的法律設計 也充滿了各種問題 12月18號如果還有疫情的狀況 類似的問題 難道我們要一言再言 如何一言再言 中選會可以有這麼大的權力嗎 這些都是必須我們現在要馬上來修法完備的 第二更加重要 就是25條 在母法裡面已經有的不在籍投票的法源 我們看到為什麼台灣在防疫任性的排名 一落千丈變成倒數 毫無防疫任性 相較於我們的鄰國南韓新加坡 在去年重大疫情期間 仍舊因為不在籍投票的各種貼心完備的設計 還有延長投票的時間 他們順利完成了國家大選 並沒有因為疫情而投降而退讓而改變選舉時間 這叫做防疫任性 而在台灣 我們沒有疫苗 我們沒有任何防疫的相關措施跟主張 遇到重大的公投投票 因為我們的政府沒有辦法確保民眾安全順利的投票 所以只好延期 在這個時刻突顯出了不在籍投票的重要性 但我們要試問 2019年修法完畢之後 中選會再三保證 在今年8月28號的公投就可以實施不在籍投票 結果呢 原來在去年5月的時候 我們的中選會 就已經把不在籍投票的專法送到了行政院 整整在行政院躺了一年 刻意的阻撓怠惰 阻擋不在籍投票制度的設立 如果今天不是因為行政院蘇貞昌的怠惰阻擋 在今年的8月28號 我們本來就應該有不在籍投票的制度 而且不需要延期 即便在疫情中間也可以順利的完成公民投票 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必須在這個時候召開臨時會 公民投票是直接民主的直擊反應 公民投票是對國家重大政策 每一個公民直接參與討論 做出決定的神聖制度 身為國會 我們應該在此刻 在最重要關鍵的時刻加緊 來完成不在籍投票制度 法律的法院設計 更何況中選會早就有專法 已經躺在行政院一年 絕對隨時可以送到立法院來 我們希望能夠理性的就事論事 為公民投票制度 留下可長可久的制度 民進黨不要再 不要再黨再投票 現在依協商共識 請各黨團推派之代表發言 首先請邱委員顯示發言 發言時間三分鐘 主席各位同仁 那中選會日前決定 把這個公投從8月28號 延到12月18號 那當然是基於這個疫情的考量 那不過呢 現在在疫情期間 有關於投票這個方式 是不是也應該要相應的去做調整 這個應該也可以來討論 那事實上 時代力量從2019年開始 提出的這個公投法的修正草案 是針對23條24條25條的部分 也就是說移轉投票的部分 我們認為說 應該要能夠去調整 這個公投的投票的方式 也就是說讓他可以變成有一個移轉投票的積稅 那我們當然知道就是說 這個通訊投票 社會上有爭議 所以基本上 對通訊投票 我們也是有所保留 不過移轉投票呢 尤其是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事實上你可以把 這個本來在戶籍地 在中南部 甚至在其他地方 就不用再返鄉去投票 然後造成這個更多的群聚的風險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我們是認為說 應該要去增訂 這個移轉投票的部分 讓這個公投的權利人 在這個投票的時候 能夠不用再返鄉去進行投票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有關這個警銷 乃至於軍人 或是這些公務人員 也可以來就進去進行這樣的投票 這個避免這個群聚的這個狀況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希望能夠針對這次的疫情 在這樣的臨時會裡面 也能夠對這個有關這個紓困孤兒的部分 能夠盡情盤點 並且把這個漏洞可以加以填補 那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說 其實在其他世界各國也都採行的 就這個房屋的這個出租人 跟那個承租人的部分 他的權利義務關係 是不是可以來進行相應的調整 那因為我國的民法 針對承租的這個部分呢 是規定說 如果這個承租人沒有繳納租金 打兩個月的時候 他事實上出租人可以終止租約 那因為在這個疫情的過程之中 我們知道 許多的這個承租人 弱勢的這個承租戶 他基本上已經失業 甚至減少收入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狀況之下 能夠把這個期間延長到四個月 也就是說他四個月沒有繳房租的情況之下 出租人才可以這個終止租約 避免說像現在社會上 許多的狀況 那被這個終止的情況之下 無家可歸的這個狀況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說這個承租人已經失業 或是說沒有辦法繳納房租的情況之下 賦予他有一個終止租約的權利 那不用再負擔這個違約金跟損害賠償 我相信這樣是一個比較妥善的一個做法 以上 好 謝謝邱委員 繼續請邱成年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還有我們立法院所有的委員同仁 那我想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我們來肯定 總選會做出這個公投延期的決定 但是我們仍然希望召開臨時會 進行公投修法及不在籍投票的立法 解決制度優化的問題 讓相關的決策有法源的依據 那針對本次公投的延期 民眾黨團本來就提出四點主張 第一主張公投延期辦理但不能過久 不能影響法律保障民眾每兩年一次實踐公民投票的權利 務必要在防疫安全保障民權及依法行政的三大原則下進行公投 召開臨時會修改公投法等法規 解決法律適用的問題 由在野黨提案召開臨時會 那也請民進黨團來支持 那由於公投法第23條規定 公民投票日定於8月第四個星期六 每兩年舉辦一次過於明確 缺乏行政裁量的空間 而第24條是否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66條又有爭議 此外公投法第25條的規定 主管機關辦理全國性公民投票 得以不在籍投票方式為之 實施方式另以法律定之 對此中選會其實在去年2020年的4月就提出了 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的草案 必於去年5月份討論修正來通過 而且已經喊請行政院喊轉立法院來審議 換句話說公投不在籍投票的草案版本 已經在行政院躺了一年多了 連同23條24條 那我想現在不趁機來提出來審查 更待何時 那過去在不在籍投票的這個朝野溝通上 都相對來敏感 而且有涉及這個海外 跟這個所謂電子投票跟通訊投票的問題 因此民眾黨主張 這次應該先以轉投票來去做一個重點 那我想公民投票是直接民意的展現 面對疫情嚴峻的狀況 中選會不能沒收民意 那因此本黨堅持主張召開臨時會 並提出以下三點主張 第一為了提升台灣民主的防疫韌性 政府應該超前部署來準備 第二為了台灣未來的防疫與急迫性的考量 不要被過去國民兩黨三十年的爭論所掩蓋 而失去台灣民主向前進的機會 第三通訊投票可以再討論凝聚共識 但是限於公民投票的移轉投票 它其實非常單純也可以避免 這個群聚的感染的風險 可以做來去做跨區的分流限制 所以我們認為在疫情的期間下 有共識的部分我們可以先做 所以我們也希望民進黨可以來支持 這次的臨時會的召開 也可以將中選會的專法 在臨時會提出 讓朝野各黨好好來討論 為我們的防疫民主韌性更進一步 謝謝 好 謝謝區委員 繼續請江委員提存發言 好 謝謝 主席啊 各位委員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在這邊只有一個懇求 請執政黨 民進黨不要拒絕民意 也不要懷疑台灣的民主 所有的在野黨都同意 應該推動不在籍投票 所有的在野黨都支持 應該召開臨時會來處理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我們公投法 對於延期與否的這個法案內容的缺漏 第二個就是不在籍投票法案的討論跟推動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再次呼籲民進黨 不要拒絕民意 也不要懷疑台灣的民主 更不要害怕公投 進而沒收的公投 每到選舉的時候 我們都會聽到民進黨的宣傳 鼓勵青年返鄉投票 鼓勵青年返鄉投票 但是對於能夠給青年更便利 行使公民權的不在籍投票 為什麼民進黨要拖 要打 請告訴我們 你在害怕什麼 在算計什麼 在野的時候你們喊公投 執政的時候 卻讓人家你們在擋公投 兩年前公投綁大選 你們修法脫鉤 那時候你說有急迫性 有必要性 現在我們的選舉 我們的民主被疫情干擾 我們要求推動不在籍投票 你說沒有必要性 沒有急迫性 這跟我們聽起來 我們的疫情你們控制得好嗎 1218 你1218投票能夠順利進行嗎 在場的執政黨委員 你們能不能保證 如果你們能夠保證 1218的投票沒有問題 那你可以跟我們講 沒有修法的急迫性 沒有推動不在籍的必要性 但顯然做不到 因為我們連疫苗的覆蓋率 這個月都達不到 蔡總統要講的25%啦 更不用談更高的50% 還有變種病毒 請問執政的民進黨政府 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今天做的這一切 其實都是在補貨網 如果沒有那個3加11的破口 如果疫苗買得夠的話 搞不好我們今天不用延期 我們828造場舉行 今天828被拖延是誰造成的 3加11的破口啊 疫苗不夠啊 覆蓋率不足啊 我們離正常生活的日子 還有多遠 昨天的Economist告訴你 我們是倒數第二名 我們距離正常生活的距離還很遠 然後你要告訴我 1218沒有問題 可以投票 不要懷疑台灣的民族 更不要害怕 我們過後所有共同 謝謝 好 謝謝江委員 繼續請黃委員示捷發言 好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平安 今天我們在這裡 應國民黨黨團的提案 要求召開臨時會 國民黨的提案 是要在短短的兩週內 以臨時會的形式 來處理公投法的修正 他們在條文裡面 很明確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採用通訊投票 來執行所謂的不在籍的投票 雖然裡面也有關於移轉投票的部分 但是我們認為 這一個議題呢 第一個不需要 沒有這個急迫的必要性 在這個時候 開運事會來執行討論 另外我們也認為 這個議題不適合 用這麼短的時間 倉促 草率的 來進行通過 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 中選會 已經公開的 跟國民黨團 以及社會 來表示 移轉投票的專法 雖然已經送到行政院 但是在第一次實施之前 需要一至二點的籌備準備的期間 用來確保我們的選舉 投票的結果的正確性 這一件事情 才是民主社會 和民主政治穩定的基石 因為我們都知道 投票的過程跟程序 必須要取得 社會的共識跟信賴 才能夠有一個穩定的 民主政治的討論 如果我們草率的 去採用通訊投票 或者是草率的 去通過這個議轉投票的細節 那麼我想 不給中選會 獨立的選務機關 充足的時間去規劃 跟執行 這樣子 只會造成 後續 不管是公投也好 我們的民主選舉 民主政治也好 都會受到更大的傷害 我們回顧歷史 從戒嚴時期 在選舉的爭議 到進入總統直選 選舉的方式 跟投票的 這個開投開票的過程 它並不是單純的技術性的問題 不應該用草率的心態來處理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一次的臨時會 並不具備必要性 我們更不應該 在這樣的限制 時程以及呢 倉促的情形下 來進行討論 所以民進黨團 並不反對 增加不再去投票 我們也支持 要建立準投票制度 但是我們希望 在會期中 好 好 謝謝黃委員 繼續請政委員立文發言 不再去投票 不再去投票 為什麼在蘇貞昌的辦公室 躺一年不出行政院 如果民進黨支持不再去投票 民進黨黨團在立法院是多數 怕什麼 難道最後的法案 所有的條文 不是按照民進黨的黨一通過的嗎 會按照國民黨黨版通過嗎 不要再找藉口 不要再拖延 不要再打 8月28號神聖的公民投票 這麼多重大的議題 不管是要反萊豬 不管是要護藻礁 這一些都是攸關民生 台灣環保 刻不容緩 如果不是三加十一的破口 如果不是因為我們沒有疫苗 如果不是因為指揮中心擋普篩 擋了超過一年 台灣會這麼淒慘嗎 台灣會是死亡率全世界最高的嗎 台灣會到今天大魔王Delta 進到台灣了以後 我們還是手無寸鐵嗎 為什麼南韓做得到新加坡做得到 全世界很多國家去年都辦了大選 只有台灣做不到 所以BBC所以彭博說 台灣的防疫是吊車尾 我們只能雙手一攤政府說沒辦法 公投延期 在這段時間裡頭 照理講是民進黨應該最緊張 要求召開臨時會 立即通過不在籍投票 在野黨不約而同 因為這才是政辦 這才是一個正常國會議員 國會應該要做的事情 民進黨依然擋 依然躲 怕什麼 就是要變相的擋下不在籍投票 讓台灣成為全世界最落後的民主國家 今天我們要求立刻召開臨時會 就是論事不要計算政黨的得失選票 這是公民投票 這不是選霸法的不在籍投票 把公民投票的不在籍投票制度完善 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 今天民進黨一黨再黨 本來8月28號就可以不在籍投票 現在到12月18號還是不可能 未來仍舊遙遙無期 民進黨已經成為台灣民主最大的絆腳石 今天全民憤怒防疫失敗 我相信怒火 想要對著委員嗆聲的 不只是林常佐委員一個而已 全民都想要對民進黨 每一個這一段時間 造成三加十一破口 擋住政府買疫苗 替政府來護航 擋疫苗擋普篩 現在還要黨公投 歷史會記下一筆 今天 最重要的一段 每個政府一定會收到民進黨 下一步 所有的民進黨 好 好 謝謝政委員 繼續請羅偶委員 致勝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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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長 各位同仁 我相信很多民众 当看到今天立法院的画面的时候 可能会感到相当的无奈 当全民正在忙着 防疫控制疫情的同时 而全民希望 我们少政治 多防疫的时候 可是正是我们看到的 今天全部在找讨论的 是跟民众不直接相关的 政治的议题 国民党的委员手摆已经写好了 我相信这手摆拿出来就看到 全部几乎都是政治的议题 在这个时间点 是修会的时间照理 是大家可以政治放一边 拼防疫的时候 可是国民党现在提出的理由 我认为全部是政治的算计 我们知道1218的公投 已经确定延期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时候修公投法 不论是不在于投票 或者所谓的赋予它法源的依据 事实上都来不及 所谓的1218的公投 既然这是一个重大的议题 那照情况之下 我们就必须要严审 严谨的深入的讨论 公投相关的议题 而不是急就张的一个修法 民进党立场非常清楚 我们支持移转投票 我们支持全国系的公投 应该用专法的方式 来确定 它的不在即投票的法源 可是国民党用公投法 修法的方式把整个公投法修得零零落落 而且矛盾百出 所以民进党立场很清楚 我们支持移转投票 我们支持修转法 而正因为它是一个重大法案 而且来不及1218的适用性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定期会当中 来认真讨论这个议题 国民党委员不断提到 他们并不是通讯投票 事实上如果各位认真去看 国民党修法的内容就很清楚 二十几个条文修正里面 将近有20条 全部在处理通讯投票的问题 所谓国民党的主席 所谓国民党的总招今天说 我们不要通讯投票 我们只讨论移转投票 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连时代力量 连民众力量的主席 跟他们的招委都告诉我们 他们只支持移转投票 他们不支持通讯投票 所以国民党请公开讲 他们不支持通讯投票 他们只处理移转投票 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他今天只是借林氏会之名 要偷渡的 要夹蛋的 要通过的 事实上就是通讯投票 而通讯投票 它的内容 不只是跟宪法 所谓秘密投票 有违背之嫌 更重要 实行面 有很多需要 深入严谨讨论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 十天的临时会 是没办法做这样一个深入讨论 所以我们在主张 回到定期会议 来认真讨论 公投 不在意投票的问题 谢谢 谢谢 卢委员 现在推派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 我们继继续进行处理 我们继续进行处理 针对会委员 宏太等人提案 召开第三会举第二次临时会 审议公民投票法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请问各位委员 有没有意义 好 有意义 那进行表结 按您七分钟 并分发表结卡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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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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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